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咱们继续FCE平台的风神榜 今天应该是第七回了 要打这个淘金和流鬼 上一期咱们用那个锤子把咱们的画像砸碎了 打之前呢,要使用一下打身边 换石匠 炫光树 好,用一下打身边啊,然后再进行输出 小龙女的速度最快啊,所以给她吃了 这两个货打人还是非常疼的啊 所以说如果能速战速决 还是快一点打比较好 这下700度啊,非常疼 全力输出吧 然后有一个专职回血的 就是维持啊,它伤害咱们一回合是回复嘛 如果只有一个人来回复的话 希望能争取早点干掉一个啊 我觉得差不多啊 我觉得 两回合之内吧 基本上好像就能放到一个了 哇,这是个AOE 四个人,四个人家一起掉了一千多血 好,干掉一个啊,这样压力就小多了啊 打一个就好办了 嗯,血也能回得过来 哦,那个 已经弹金粮绝了啊 这法术攻击相当的不抗用啊 消耗太大 来吧,全体输出啊 平A 好,放到 往这边走啊 大蜥蜴 这怪是换了啊 看看打一个是多少 那个经验和钱 战斗方面呢 尽量给大家少打一点啊 有练集的话 大叔自己去做 一千多啊 还行吧 啊,没山阵 在这儿 打听一下啊 先睡一觉啊 刚才经累了一场大战 眉山呢 这里就需要打这个眉山七怪啊 有一种镜子能分辨人后妖 啊,因为这个七个怪物呢 都变化成人的样子了啊 所以是说咱们需要用照妖镜 先买东西啊 先买东西 照妖镜需要到中南山去取啊 金蟒带 七星匹 哦,一万块钱好贵 九倍甲一万 八卦袍一万 我去 云头鞋 行了,没钱了啊 这一下就没钱了 金蟒带我是不是有啊 我确认一下 金蟒带有 秀花鞋 好在鞋呢 只需要买一个啊 目前 皮革甲卸掉 菜工的 盗袍换成这个八卦袍了啊 行了 这些卖掉啊 看看能能能卖回几个钱啊 三千 两千五 两千五 一万多块钱 不知道能不能 铁锤只能卖三十两啊 行 哦,那个 诶,这儿有个隐藏啊 深虚 打听一下情报吧 那他儿子有问题啊 还是这个当娘的有问题啊 这样咱们就要去找这个 招幼镜了 诶,那个武器店在哪 这是医馆 防具店 没有武器店吗 不应该吧 先去这个中南山吧 叶童 什么名字啊 叶童 三只许仙 应该用AOE啊 算了啊 看看有没有这个 那个法术啊 叫什么来着 用一个啊 用一个 小龙女吗 区妖术,对 区妖术 往这边走啊 中南山好像还不近 诶,这儿 地图不大啊 有没有隐藏啊 诶,那儿有一个 穿山鳄 会石画 有点小猛啊 有没有化石粉了 需要道具啊 因为解石画的就是小龙女 穿上个不少雪啊 看一下啊 化石粉 这儿 在这里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曲妖术啊 我试一下啊 嗯 你看这里不能使用啊 净水呢 净水呢 净水还有 行了啊 就会清净了啊 暴文靴 暴文靴是好的 是不好 被吸屁血啊 是好的啊 好的 中南山啊 来了 好,来了一个照妖镜啊 这样咱们回眉山镇 英语 好,回来了啊 等等,我记着这个事啊 狗精 这个用AOE还不大值当的啊 平A吧 感觉他比 那个淘金流鬼还猛啊 刚才那个一个AOE打我200多写 这一个每个人300多 还好呢 他不算什么大boss啊 因为毕竟他们人数比较多嘛 来独工 杨简和太空之间有一个bug啊 应该是 杨简不拿武器啊 太空给他用什么极形术还是什么天纲术啊 攻击力就变样了啊 这游戏bug还是比较多的 应该加血啊 刚才 真扛打 宝箱 拉起来 拉起来 这道过分啦 这个boss 咋这么半天不死啊 应该是快 在这要打五个呢 不少 我扛打扛打啊 经常有人那个打不到人 好 我这个睡一觉啊 恢复一下 啊 老太太照一下啊 什么事也没发生 什么事也没发生 牛警 先输出一回合 我谁也打了 赶紧给加血啊 感觉我的级别方面有点 跟不上了的感觉啊 不能很迅速的解决对手啊 不能很迅速的解决对手啊 一会可以练一练 在阵子里打仗呢 有一点就比较好啊 这个打得快 打完了就去睡觉 打一只 就去啊 武器垫在那 我说刚才找半天没找着 打两只了啊 没山这里边应该是有五只 先去买武器吧 首先要看能不能买得起啊 行空圈啊 这是AOE装备啊 哎应该买一个啊 应该买 鹰狗爪 来俩 三叉几来一个 拐杖来俩买不起了啊 先卖 要卖东西 开工 开工 直接没用的卖掉啊 行空圈要留着 出去打小怪的时候用 凤头斧 好了好了 这样再给太空买个拐杖 行啊 这经济上勉强吧 现在没钱了 你确实最近呢 没怎么练级 没怎么打钱 我睡觉了吗 看一下 睡了 还有谁啊 还有谁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啊 衣馆里好像有一个啊 我记得 蛇景 怎么平A了 看看平A的输出啊 刚换完了装备 1300 其实也不错啊 这个平A的输出 太空还是还是平A吧 300多 不行 他得用40那个消耗很大 已经干掉了 这是大夫 我刚才赵大夫干什么 这大夫如果真是啊 这个地儿就少了 少了 没机了 睡觉睡觉 打了三只了 这个货 这个货 猪精 猪精 就是要睡觉啊 所以在这个医馆 在这个客栈 全力输出啊 这下打我好疼 回转啊 小龙女 这是第四个了吧 哇 这下真狠啊 1800多 方便啊 打完了睡觉 还有一个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这儿啊 没有人 这里 哦 真的是 洋井 这一回合输出也不少 好几千啊 一千五 三千五四千五 五千多啊 一回合 完事儿 睡觉 清完了啊 这就 山头上的水往下流 就形成了瀑布 提到了这个瀑布啊 咱们继续啊 还有两只呢 孩子 怎么进来了 用一个净水吧 去梅山 梅山还有两个怪 绕大圈 这是梅山 我先照照你 哦 他不是 这只 武功颈 我的天 哎哟 平A吧 我舍不得用法术啊 一会还要再打一只啊 还是 嗯 猴星好像打一下就跑了 来吧 就往他身上招呼吧 嗯 输出还可以 继续啊 继续啊 哇 这只好像明显抗打啊 你两点回点血吧 啊 吹倒 嗯 蛋金粮爵的感觉啊 你是来砍柴的啊 让我照一下 山头上不去啊 打完乌宫经就能上去了 你们要干什么 偷儿经 我没有揍你啊 干什么 打击 跑了啊 跑了啊 咱们要去追啊 还是跑到水帘洞里 水帘洞里那个 太空加入那个地方很近啊 这里 但是咱们首先要睡觉 嗯 应该是往这边走吧 那就这儿 水帘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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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都是猴子啊 现在净水的效果还有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已经看见的了 嗯 平A吧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对 应该给哪吒换那个行空圈啊 这样AOE打这些小猴子好用 你看人那六个怪啊没有后台都被灭了 身个猴子啊有后台 呃行空圈呢是双手装备啊 你需要把这 那两把剑都卸下去啊才能拿起来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有的小伙伴说我怎么装备不了啊 就是这个原因 脑人很疼啊 我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房具了 就是目前店头能买到的最好的 脑我这么疼 哎小龙女升级了 两点也升级了 我又下水了下水往哪走啊 每个一千多 电击的话用这种AOE装备确实好重啊 上走啊 钻过来 咱们回复一下啊 应该是要打美猴王了 啊 法术 香草用一个啊 行了 行了 这美猴王画的还是不错的啊 来40的 哇 平A一下750 哎哟 哪叫换换武器了 哎呀 呃 凑合打吧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啊 我那两把剑呢 是上一个等级的 啊 单体攻击的剑 攻击能比这个稍微好一点点吧 但是这个泛用性更高啊 刚才A谁了啊 A哪吒了 他A谁了 咱就给谁加血啊 咱们是耗得起的 对面耗不起啊 对面只有一个 而且呢 不会回溯 平A 刚才又A谁了 又A哪吒了 哪吒可以啊 哎哟 炫光树用不了了啊 这个 坏了一勾也用不了了 不用香草回复了啊 平A了就是 啊 嗯 回复一下吧 兩剑 兩剑消耗太大了啊 法力也少 其实太空消耗更大 但是人家反力厚啊 这张还是挺艰苦的啊 我回血总是比他慢一拍啊 好赢了 猴子厉害啊 好 把这个金斗云送给咱们了啊 出去试一下 在蜜堡里啊 这样能飞了 那好吧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 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今天主要呢 就是在 围绕眉山七怪展开的剧情啊 把这七个怪都清理掉了 最后一个怪呢 有后台啊 是美猴王 这样咱们敲诈 敲诈了他一个金斗云啊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